直數 除了1和自己本身以外 你中間這些數字不能被其他數字整除的話 那就是直數 舉例來說 我這邊已經有寫好的層次 我們直接來run 是不是直數 比如說我今天請輸入一個整數 比如我今天輸入一個19 19 是不是直數呢 那假如我不知道 當然你不能用你自己用你的 心算的方式把它計算出來 你不要把自己當回圈 Enter 是直數 假如如果一個數字很大 13 7 1 類似這樣 這個你就沒辦法用 你說 那其實邏輯很簡單 它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 所以你要把那個公式 先帶出範圍 範圍應該是從 除了1和自己本身以外 中間那些數字 帶進來之後能夠整除的話 所以第一個我們就知道範圍 範圍的話一定是 從第二開始 1就不用了 因為1會整除 對不對 從2開始到哪一個 到這個數字的前一個數字 對不對 中間就是它的range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應該用 如果跑回圈的話 用縫回圈應該比較恰當吧 OK 然後呢 範圍界定出來之後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就是拿這個產生I I的這個值 這個數字 百分比有沒有 求疑數 I 就是除以I之後呢 如果等於等於0的話 等於等於0 那表示說是整除的狀態 那它就不是直數了 後面就不用跑了 為什麼 因為能夠被中間的其中一個數字整 就是整除的話 那就不是直數 反之的話一直跑到最後 如果都沒有被中間的任何一個數字整除的話 那表示說呢 它就是直數了 OK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只是說你要把這個敘述 變成一個程式 該如何寫 還有啦 寫出來之後的話 你會把它寫得更精簡 這是當然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們把它Enter一下 不是直數 OK 那當然理論上還有其他更大的數字 不是啦 我只是舉例子 比如說類似 4加52 52一定不是 那就不是直數 OK 就2跟force而已 嗯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請各位這一題也許先思考看看 那當然我在雲端上 也有一個參考的程式 不過盡量喔 你不要先看程式 被那個程式給限制住了 沒關係 用其他你覺得可以理解的方式寫都沒關係 寫錯了也沒關係啦 反正寫錯再修正就好 好啦畫面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這一題 你該如何怎麼寫 會比較簡單 第一個的話呢 這是我自己的邏輯喔 那如果你假如是不習慣這樣 你可以自己改沒關係 那我的邏輯呢 第一個 我再宣告一個變數 一個變數叫什麼 reload 這個reload是說 預設值喔 它 就是會不會被其他數賊整出 如果是0的話 0的話就是不會 false 所以0呢 你也可以打一個叫false啦 0就等於false 1的話就等於true 那你想說老師 那你為什麼在這邊不打一個false ok 為什麼呢 因為我比較懶 打false我要打五個字啊 打0的話只要打一個字吧 ok 所以跟各位講喔 以後你看到0的話 其實就等於false喔 ok 對我來說啦 那你為什麼不打false 因為我不喜歡打那麼多字 這是實際 這是真的喔 ok 那如果你看到1的話喔 有沒有 有時候就是代表 如果不是像剛剛i等於1 初值的話 它只是一個什麼呢 true 就是我把它當成是 呃 就是說 false跟true 0跟1之間的關係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好 那預設子如果它 不能被其他數整 那什麼時候會變成1呢 就是當它能夠被其他數整出 我就把它redout變成1 ok 所以我怎麼寫呢 第一個 redout等於0 第二個的話呢 讓它input 請輸入一個整數 所以呢 它輸入之後的話呢 當然我要把它改in 就是把它轉型嘛 因為前面講過 input一定是一個自串 進來之後的話呢 我把它轉給52 那輸入之後的話呢 它變52的一個整數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做什麼 for i in range 對不對 關鍵的地方來 最難的地方就是 for i in range 從2開始 一直到這個prong這個 這個值 但後面不要加1喔 如果你加1的話呢 那就剛好 你現在輸入那個值52就會被帶進來 如果帶進來52除以52會不會整除 會整除啊 所以就當然不能把它帶進來 所以它會帶到51就停下來 就是2到51之間的數字 那我要做什麼呢 判斷一下 所以if if什麼呢 if這個是prong呢 如果除以這個i的話 能夠整除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呢 那我就 reout就把它改成1 所以特別說 後面的寫法是這樣 應該前面都寫過啦 if什麼prong 除以i之後的余數 就是百分比 等於 等於要兩個喔 vps要一個 等於等於0的話 那冒號做什麼呢 那就把reout這個值變成1 那1我剛剛講過喔 其實1你也可以打true啦 只是說打true的話 因為你打4個字 我打1比較快 ok喔 到這裡應該ok吧 而且前面都幾乎都寫過東西 那可是如果等於1的話呢 那我們接下來做什麼 做邏輯判斷 如果reout等於1的話 那當然就不是直數了 反之就是直數 所以喔底下我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if什麼呢 ifreout 欸 特別是喔 你想說老師那你ifreout 這後面是不是有一個邏輯判斷 ok 其實喔 if1就是true iftrue就對了 true的話呢 那就是直數 或者如果你假設這樣寫不習慣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等於等於1 那也可以啦 寫這樣子 1等於等於1 那也是true啊 那1本身就是true啊 ok 所以喔 基本上喔 你寫這樣子 或者是直接把它放一個reout 其實都可以 那我底下做什麼呢 如果 ifreout的話呢 那我就什麼 因為被其他數整出了 所以不是直數 那後面的話呢 就else 反之什麼 是直數吧 ok 好 這樣就寫完了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邏輯吧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邏輯吧 ok 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把它run一下 執行 假設我今天輸入一個71 是不是直數 不知道 enter 是直數 ok 因為 它帶進來之後吧 71 對不對 然後2到70 能不能整除它呢 答案是不會跑到這裡 所以reout一直保持是0 如果保持是0的話呢 如果保持是0的話呢 那ifreout 它不是true嘛 所以false 所以就跑這個 適值數 就把適值數給輸出了 ok 應該看懂這個邏輯吧 但是呢 其實你說這樣寫 能不能再寫得更簡單一點 當然是可以的 只是說呢 這樣的寫是比較保險 反正你實在是你可能 就是不知道怎麼讓它更精簡的話 那其實寫這樣是ok 可是如果說 如果你說老師可是感覺好像有點多餘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reout 等於1 那為什麼不直接 乾脆因為它能夠被其他數整除 那就不是直數啊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把這個reout等於1怎麼樣 直接呢就放什麼呢 放這個print什麼呢 不是直數啊 對不對 那反之的話 不是問題啦 反之 反之的話 那剩下來的話呢 那就是直數 是直數 ok 寫這樣可不可以 剩下 甚至呢 這個reout等於0 這個也可以不要了 那你想說 是直數 不是直數 我看一下 如果是直數 假設改這樣 71 是直數 可以對不對 可是哦 如果今天我輸入一個72 你會發現什麼 它會一直出現 不是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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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是直數 那到底是不是直數 所以如果它不是 那你想說 為什麼它會一直跳這個 哦 因為呢 如果呢 72嘛 它先2 72除以2 等於0嗎 對 所以它不是直數 我先print了一個 其實 再來就是3 72 再除以3 又可以整除 所以它又print了 所以底下它有很多數字 能夠整除它的 所以它只要有一個 它就怎麼樣 一直不斷的不是直數 最後的話呢 這個程式跑完之後 它又print了一次 那這樣子當然就不ok 所以為什麼你想說 為什麼老師你那個地方 還要再加一個邏輯判斷 啊 其實主要呢 就是要避免剛剛的那個問題發生 像這個地方的問題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可是你想說老師 那是不是還可以再讓程式 再更精簡一點呢 我可不可以 感覺就是說 直接輸出就好了 其實跟各位講 這邊有一個比較特殊的使用方法 就是說呢 一般 我們一般那個for 後面會加一個else 有沒有 那個跟這樣 if後面會加else 可是特別注意 在python裡面 for本身能不能加else 這邊把twin的放在這裡 else有沒有 可以對到for回圈 或甚至快回圈 也就是說我跑完這個回圈之後 什麼事都沒有做出來的話 那我就跑else 像剛剛那個不ok 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 這個地方沒有多一個else 然後這什麼意思呢 如果跑完這個程式之後 假如說 它 這個地方 剛剛這些for回圈裡面都沒有跑這邊的話 它就會直接幫你跑l次 ok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剛剛72 我再跑一次 72 enter一下 欸 四次數 跑完之後 那你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它這邊又會跑 其實最重要還有一個地方 你要注意喔 因為它如果能夠被整除一次的話 比如2 能夠被整除的話 那基本上後面就不要不要再跑了 所以記得喔 你在printer 不是直數後面呢 你還要多加一個敘述 什麼敘述呢 不要再做了 欸 對 不要再做了 能夠被整除 你就是直 你就不是一個直數了喔 所以後面我其實就可以不用再做後續的判斷 那你後面可以再加上break 有沒有 對 它就 不是直數 那就跳了 後面的敘述呢 也就不用怕 所以關鍵地方這個喔 break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假如我今天在做一樣的事情 72 enter 欸 不是直數 那如果是直數會成功 71 enter 是直數 也可以成功了 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兩段程式比較之下 那你會發現喔 欸 第二種寫法喔 似乎呢 會比第一種寫法 精簡很多 不過這個精簡的話呢 可能不是其他語言都有支援的喔 第一個喔 在Python裡面喔 for 可以對應到一個else 這個else不是if的else 是 for的else喔 就是跑完這個回圈之後 喔 什麼事都沒發生的話 它才會執行else 第二個的話呢 喔 跑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可能要多一個break 如果沒有break的話呢 那它就會什麼 不斷不斷去執行 喔 OK 那就會變成說一直出出那個 不是直數不是直數的地方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兩段程式喔 一樣我有幫各位把它放到那個 我的雲端白板 喔 這邊 剛剛是這個是第一段 OK喔 那精簡完之後的話 這個是第二段 來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試一下喔 在第三個單元的第幾頁呢 第十四頁的地方 OK喔 請各位試著比較看看喔 兩段程式之間的差異 另外呢當然喔 你也可以喔 如果這兩段你都看起來不是 那麼習慣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用自己習慣的方式去撰寫